广东的男人基本失去生育能力 钟南山 曾经写了一篇篇文章我看了 他说再过五十年 就是十年以前他就篇篇文章 再过现在就生四十年了 广东的男人基本失去生育能力 为什么 因为广东人特别爱吃鱼 而广东的鱼塘鱼塘的那个底下 全都覆盖了环柄杀性抗生素 因为你不用这个东西 那个鱼就会死 那个鱼长得就不好 用了这个东西那鱼长得就好 长得就快 不生病 这是钟南山的一个预言 至于这个预言到底能不能实现 我觉得不重要 宗教他给我们提想 打响了一个锦钟 这鱼塘都用环柄杀性 都用抗生素 这二十五万吨抗生素 不只是我们在医院里打掉瓶 吃药吃的 其实很多都是用到我们的鱼 猪 牛 羊 饲料里 全都有 全都有 各种形式 各种途径 源源不断地进到了我们的身体里 严重地摧毁了我们的自我免疫系统 后患无穷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